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有一个就是快速进展期 有的人得了以后 病情可能在三五年之内 就奇迹地恶化 最后导致死亡 所以从前来说 就是刚才说的 感染以后一般是有三种走势 一个就是点击进展期 快速进展期和长期步进展期 那在潜伏期的时候 刚才说了 基本上 症状基本上也是不明显 有的根本没什么症状 那这个期实际上 有一个很危险的因素就是 即使是在潜伏期 但是感染者 它这种病毒的体内 它同样具有这种传染性 那意思就是说 如果说这种没有发病的 或者叫潜伏期的这种病人 跟另外一个健康人 有这种不安全的这些 比如说新行为 或者一些血液的这种交换 这样一些行为 这样它还是会导致健康的被染上的病毒 就是说潜伏期的 感染者 它同样具有这种传播性